我们家有养咖啡嘛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有一只已经13岁的 喜欢看嬷嬷的咖啡 在养我们家那只咖啡之前 我其实小时候是很怕狗的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野狗是真的很多 他们就跟帮派一样一圈一圈的 台湾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 是不需要追垃圾车的 要倒垃圾我妈就会说 那个爸萱拿把垃圾拿出去丢 然后我们就会打开门 然后走出去外面 很像现在的日本啊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 蜡冰小鑫或是樱桃小丸子 他们在倒垃圾都是走出去外面 会有一个垃圾集中处 以前我们家外面的转角处 就是一个垃圾集中处 可是也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只要到半夜 很多狗就会跑去垃圾集中处翻垃圾 去吃蜘蛛餐 哈啰 而且以前好像不会特别分厨语 不会啊就是没有在分类啊 大家就是欧白丹啊 基本上你只要每到半夜 外面都是狗的那个狼嚎声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黄椒 里面有小美混在里面 哈哈哈哈我在找垃圾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搬垃圾 屁股 小时候特别怕狗的原因 除了每次倒垃圾 都会被狗包围以外 我妈妈有一次带我去买东山丫头 我就说我要压脖子 我要迷血 我要加压脖子 对啊我还要那个食管 食管 对那个肠子 那个装食的管子 哈哈哈 然后我们走回家的路上 我就被四五只狗包围 他们就是三四只狗 就一直靠近我的东山丫头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要咬我 就说他们要咬我 他们要咬我 我妈就说你走快点 你不要理他们 然后我觉得他们 要想吃东山丫头 我就一直撒那个东山丫头 把东山丫头 全部撒在地板上 然后我妈说你干嘛 我说你不能怪我 他们要咬我 我妈说他们要咬你 你干嘛一直给他吃东山丫头 哈哈 东山丫头错了吗 哈哈哈哈 第二次很怕野狗的原因 是以前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 我们家里面去山上控油 控油就是把土 挖起来 对 挖起来 然后把鸡放在土里面 把它闷到手 我们在山上控油的时候 我的阿伯 他们家有养一只叫做来福的狗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来福是那种很标准的台湾土狗 阿伯就跟我说 爸萱 你要不要带来福去散步啊 我就说好啊 我就很小一个小孩子 然后牵着一只很大只的狗去 叹叹叹叹叹叹 去山上散步 然后我从一个山坡上走下来 结果我走到下面 就被四五只山上的野狗包围 然后就 然后我就很害怕 我就带着来福往后退 来福有保护你吗 没有 来福就 你没有跟来福一起用 亚通亚 没有 来福太大只了 他不是刺完 然后我就很害怕 然后那只狗就 然后来福就吓到 然后就开始一直冲 因为我的手是绕着那个狗绳 然后来福就拖着我 啊 来福就扯着我的左手 然后我就 我就被来福拖着跑 然后我的大腿和小腿全部都毁掉了 他拖完我之后 绳子解脱了嘛 然后来福就先跑走了 然后就剩下我被狗包围 来福有策略性的抛下右耳 然后我就我就爬起来 然后就跟着跑回去 妈妈 妈妈 我被狗追了 我受伤我留好多血 他们要吃掉我 然后 所以你很怕狗 我想说真的超怕的 最后来福被阿伯留在山上 为什么 我们上山的时候 来福坐在我旁边啦 我坐在后座啊 然后下山的时候我就发现来福不见了 我就说阿伯来福勒 然后他说他在山上啊 他在山上干嘛 他山上有很多朋友啊 好可怜的来福 我小时候听不太懂啊 后来我回家我妈 我妈就说阿伯就不要他啦 他就养一养不想养了 就丢到山上了 真的是母汤哦 母汤哦 你从来没有被野狗咬过 我有被野狗吓过 吓过是怎样 吓一下 吓啦 吓啦 是怎样 我印象中 我们家附近也是有非常多的野狗野猫 晚上的时候吃完饭 那奶奶就带着我出去外面 绕一圈啊散步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 哎呦 奶奶那边有野狗 好恐怖哦 然后她就说小美啊 不用怕 你哦 那个看到狗狗吓 你要蹲下去 要做夹动作 你要假装要剪石头 他就会走了哦 然后我就看到狗 就很嗯 然后他就对峙了 他也不走哦 然后不走我就很生气 我就蹲下去要假装剪石头 然后他就夹着尾巴跑掉了 真的哦 然后我就哦耶 我学会了战术 然后你是蹲下去 假装自己是同类 汪汪嚼 那小美你们以前没有被狗追过哦 没有耶 完全没有 没有 好好我好羡慕哦 那可是我们家以前 有猫咪来我们家生小baby 在你们家 对啊 因为我们家是那个 我们神坛 神坛旁边有一个空地 然后堆满满的杂物 大概一年只会搬出来一次 就都不会去动 然后那猫咪发起的时候 他们就在外面 那猫咪就舌进去里面 生了一批小朋友 喵 然后我们就哦 有猫咪耶 然后我下课的时候 我就跑去那边 喵喵喵喵喵喵 那时候母妈不在 然后那小猫咪全部舌出来 所以哦猫咪耶 然后我就好可爱哦 你看不同话式的猫咪 然后我就跑去狗妈妈她讲 妈妈妈妈妈 你看猫咪舌出来了 好可爱哦 我可以养吗 不行 然后我妈说你要留在原位 猫妈妈就会把他们接走 我就不会啦 猫猫妈妈你看没有回来啊 就后来晚上 猫猫妈妈都来了 然后就把他们接回去 那个储藏室里面 把它放好 哦 对然后我就哦烦了耶 可是如果猫妈妈不来的话 我就可以养猫咪啦 后来我就是每天都在喵喵喵 然后他们就全部舍出来 天啊 然后就冲回去 哒哒哒哒哒 我就拿一条绳子 然后前面绑那个卫生纸 因为他们都躲在车子底下 然后我就跑去汽车底下 然后我就在那边甩那个绳子 假装他是逗猫吧 哦 然后就喵喵喵喵喵喵喵 我笑还刻不掉啊 放学回家 我就会跑去那边玩猫 哒哒哒哒哒哒 那猫咪会跑出来吗 会啊会跑来跟我玩啊 玩完他又回家 因为他有野性 所以小美你是猫派哦 不是 我 我不太喜欢猫咪 那你还跟猫咪玩 我喜欢猫咪 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我喜欢跟 我喜欢跟猫咪玩 但我不太想养猫咪 因为他会把东西抓坏 哦 你只是因为怕他破坏东西嘛 对啊 我只是怕他破坏东西而已 我是鸟派的 可是你家的鸟都会乱咬东西呢 对啊 所以要准备东西给他咬 那到底好像是一样 哈哈哈 谢谢小美分享他小时候喵喵叫的故事 喵喵喵喵喵喵喵 哦 你要不要开灯 啊 哈啰 今天是小美的确诊日记 第五天 是第五天吗 对 你已经确诊第五天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是我的隔离房 你要开箱你的隔离房间吗 隔离套房 哦 隔离套 儿子在里面 儿子刚刚有喷酒精了 哈啰 小美 这个是我帮小美买的酒精箱 剪到枪了 好小美剪到酒精箱 好啦 他把跟 然后我觉得 我们的房间一直都是酒精味 小美一天要喷一罐酒精 然后 我已经喷掉你手了 然后 所以我 我现在就是升级 我都是一次买这种超大的 一嘉伦 一嘉伦 一嘉伦酒精 那小美 小美五天都穿着睡衣 哎对啊 你已经连续五天了耶 每天穿睡衣 你五天没出过门了耶 你当宅女有什么心得 欸我要出門 妳為什麼要拿捲衣槍對著我 撿到槍 撿到槍 好啦 下面你收購 影片結束囉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 可以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訂閱我們的副頻道 也可以按個喜歡 你可以按個喜歡 比心 確診 哈囉 欸 好啦 妳覺得妳什麼時候會痊癒 這兩天吧 妳說一個禮拜齁 對 一個禮拜以後 賣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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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啊 啊 吐了 哈囉 快消毒妳的手 快消毒妳的手 好了啦